你說長輩有多好 什麼意思 就像拿我家為例子 我老媽快八十歲了 當然疫苗已經三劑打滿 那可是從大概三週前 我就已經跟他說 我們家分倉分流 我們家有兩層 媽媽就住一層 同一個胃育 盡量不接觸 因為我到處跑通告 在外面接觸比較多 我老婆是小兒科醫師 最近接觸了高病患 我們都是高危險族群 所以就跟媽媽分開 然後我就跟媽媽說 你就回到去年五月三級 那個時候你的那個防疫的強度 因為我覺得老人家 現在還是稍微躲一下比較好 因為各種原因 不敢或不想打疫苗的人 那更是這樣 所以那躲醫師就不要 跟他接觸比較好了 而且我覺得有一個 就是說陳時中他這樣講 就是說其實你只要打好疫苗 就去這個餐廳 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不負責人的說法 怎麼講 就是說因為台灣 就是這個無能的懶惰的 僥倖的政府 別的國家都已經寫了各種各樣 不同的答案了 這個功課 就是考試券都已經發在那裡了 然後答案也抄在那邊了 我們這個國家 是連抄都懶得抄 他就覺得反正我不會發聲 抄都不會抄 他根本懶得抄 他如果說想要去抄一個版本的話 我們今天恐怕還只是就是做的 沒有像新加坡那麼好 沒有像紐西蘭那麼好罷了 他根本沒有抄 他就心存僥倖 然後現在選舉又快到了 他就擔心說 我現在如果說講了一些什麼話 影響這個業者生意的話 我的選票就更流失了 我覺得去不去餐廳吃飯 去不去到公共場合 它是有差的 因為其他的國家到後來 他慢慢的去放說 你可以去餐廳吃飯或是在中期的時候 他是因為你進餐廳前 我給你快篩啊 你參加大型活動之前 你先快篩 他快篩都免費的 我們什麼都沒有 叫大家去餐廳吃飯 我覺得是不太負責任的 我奶清講說 抄都不會抄 我懶得抄 懶得抄 不會抄 不管怎樣 就國外其實都已經到了下來 就是啊 我們現在才上來 人家幹了什麼事情 人家做了什麼 有什麼效果 你都知道嘛 對不對 他的問題就是 他無能自大又無恥 又不承認自己無能又自大 你自己想想看 你自己想想看 如果 如果你去他那個什麼 他們那個指揮中心 那個資訊組副組長 今天講很清楚 所以我們現在居隔都來不及發 因為我們的電腦 我們的系統沒有優化 還是古代的 沒有優化 所以我們很多次要用手寫 那怎麼辦呢 為什麼 因為我們沒想到 會有這麼多人確診 這最他講的 從蔡英文 蘇貞昌到陳時中 都認為我們好都不得了 我們走在世界前面 我們根本沒想到 會有這麼多人突然來了 所以所有東西都不夠嘛 快拆機會為什麼不夠呢 因為不會有這麼多人嘛 藥為什麼不夠呢 因為不會有這麼多人染疫嘛 病房為什麼很緊張 因為不會有這麼多人染疫嘛 通通不會嘛 才會有今天這個結果 我告訴你喔 我講自己一個笑話啦 以前有個同學 去幫人家做槍手 很多年以前的 家長很有錢 孩子不會念書 答應他說 你如果讓我兒子考上 我給你五千塊 那五千塊很大 很多年三四十年一千 然後呢 那個時候因為 那個新的一個專科學校 考試反正就是報名 也沒有什麼 什麼九宮格美化座 就是他們一起報 他就坐他前面 他說每一科我都給他看 都給他看 結果呢 我這個同學考狀元 他落榜 沒有超好嘛 沒有超 超都不會超嘛 哈哈哈哈 後來他同學氣死的說 我三天在科技 兩天三天 我搞了半天 我狀元一塊 我說你怎麼去考那個學校 狀元 超他的 居然沒上 所以就沒有五千塊 我沒有考上啊 笨蛋 連超都不會 我跟你講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